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明 小虫鼠仔在树洞里伸出头就说 猫猫仔 你为什么不建屋子呢 哎呀 你真是惨了 来 快点来我的树洞里避雨先 猫猫仔就跳下跳下来到小虫鼠的树洞里 看了一看 嗯 行不行 你的树洞太小了 等明天呢 我自己建一间屋 到了第二天 都不知道多好天 太阳啊 升到好高好高了 那只猫猫仔呢 还在那儿睡大觉 等它醒了那阵啊 都已经就来中午了 小虫鼠就跑过来说 咦 猫猫仔啊 猫猫仔 那你又说 今天要建屋子呢 还不快点动手呢 咦 都还这么早呢 等我玩多一阵都没迟啦 猫猫仔一玩 就玩到太阳落山啦 他就自己和自己说 哎呀 今天呢 就不得切起的啦 等明天才再起啦 到了第三天 猫猫仔又睡得好晚好晚才醒 小虫鼠又是跑来说 哇 猫猫仔啊 你不是说 昨天不得切起屋 今天起的吗 现在好早的嘛 等我吃点东西才都没迟啦 猫猫仔东行下西行下 哈 就找到一片树林咯 这片树林呢 种满了土树 他就选了一些又大姐又红的土来吃 啊 他吃饱了土了 才想起整屋咯 不过 太阳都快落山啦 哎呀 看个样子啦 今天又是不得切的啦 不如等明天才起啦 猫猫仔日日都是这样说 日日都是说等明天才起 过了一个月啦 都没曾见过动手 嗯 猫猫仔 你整天都说等明天才起 你究竟等到几时才动手的 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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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立刻动手的啦 那 明天 你们来玩啦 这一次 猫猫仔真是动手啦 喏 他又斩树啦 又割草啦 不过 他做了没多久 就不想做啦 他突然说 哎呀呀 你说我呢 真是糊涂的啦 喏 我都还没曾把 起屋的事告诉他们啦 不行 我要去告诉他们才行 猫猫仔就去了大象屋子啦 去了兔子屋子啦 去了刺猬屋子 还有去了老狗熊屋子啦 他逐个逐个地 把他整屋的事告诉他们 还说 喏 我呢 今天就起屋的啦 那请你们明天 一起来我家玩啦 好吗 猫猫仔在树林那里 跑了一大圈 那天啊 早就黑了啦 他又想啦 嘿 等明天啦 明天呢 我保证 一早一早就起身 快快 起好那间屋 到了第二日一早 大家都来齐了 兔子来了 刺猬又来了 老狗熊又来了 小虫鼠和小鸟都来了 不过 那只猫猫仔啊 还在夸夸声地睡着 猫猫仔啊 那你请我们来玩 你的房子呢 等明天才起 我起好了,到時你們來玩,好嗎?